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你对自己就会丧失信心 如果在情场上突然你发现很多人喜欢你 很多人觉得你是万人迷 这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我只是运气好 因为他们就是刚好喜欢我 我自己就是没有这么优秀 因为这样的心态作祟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自己非常的焦虑不安 甚至否定了自己的能力 这本书要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人应该对自己遇到一个很好的待遇 很好的升迁 很好的肯定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说我是值得的 我是够好的 可是绝大多数我们都不是这样认为 我们总认为运气跟侥幸 可能是造就我们最大成功的一个关键 可能你有想过一个人是会有运气 可是运气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左右成功的关键 而侥幸更难了 侥幸指的是说你比赛可能突然得奖 可是得奖总不会你从最后一名跑到第一名吧 所以有时候你得到冠军你就会很谦虚的说 我是侥幸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是你有这个成功的条件跟能力 才有办法成为那个最重要的人 很多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是必须靠外在的环境督促你 可是你忘记了 如果不是你自己具有那个条件的话 怎么可能成人万人迷呢 我们常觉得人应该要谦虚 要懂得与人共存 但是更重要的是 当你遇到自己被肯定的时候 不要陷入这种冒牌者症候群 因为冒牌者症候群是一个人过度谦逊 对自己没有自信而变成的行为 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谦卑 很多时候往往会让你丧失了自己的自信能力 这本书要鼓励所有成功的你 或者获得肯定发展的你 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情绪疗愈书 即使是像欧巴马这样子杰出的一个美国总统 他都会觉得有时候自己会深陷这样的焦虑 而他们焦虑当中就会看这本书 他们觉得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了解 了解自己的情绪之后 你再不会怀疑自己成功是偶然突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